香辣牛蛙很多人喜欢吃,就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教你们一个方法 简单又详细,买回来的牛蛙砍掉指甲 再剁成大一点的快 买牛蛙的时候,要注意并不是越大越好 三两左右的牛蛙肉质是最嫩的 剁好以后放点盐和高度白酒 抓拌均匀腌制5分钟去除腥味 再用清水把牛蛙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放点胡椒粉和干生粉 抓拌均匀,油温烧到7成放入牛蛙下锅炸 保持这个温度炸大概2-3分钟 捞出备用,锅留底油放葱姜 炒出香味,再放一勺这个秘质香辣酱 省去了很多新手,不会炒料和调味的麻烦 炒出香味后,倒入一罐快过期的啤酒 下入牛蛙,小火慢烧5分钟 撒上青红椒圈,汤汁烧至浓稠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香辣牛蛙,鲜香嫩滑 香辣入味,喜欢吃牛蛙的一定要试试